今日的ET股推介大家留意是7500 揀選原因是恆生指數昨天大跌1030點或6.4% 逼近15000關口 技術走勢上下望2008年低位10676點 前載跌幅接近三成 投資者可以趁大市略為反彈時買入反向的ETF 捕捉港股跌浪或對沖持股的風險 恆指兩倍槓桿反向ETF 就是FI二南方恆指7500 昨天升了1乘2 成交有6億3千萬 當恆指跌1%的時候 理論上7500會升2% 昨天恆指收報在15180點 距離2008年低位潛載跌幅接近三成 若是恆指10676點作為目標 兩倍槓桿反向ETF 儘管載...... 日出省線 本題及資料